疫情之下谁都缺钱 这波泰国明星开了咖啡厅 我也不知道是谁 咱们去看一看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12max 今天之所以不露面的打招呼 是因为这个不方便 没带内存卡 那这里呢 是在古城的正北方向 我们现在进去瞅一瞅 他这边外表的这个风格 好像是一个民宿啊 民宿酒店似的 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没有过来去逛过 今天说感受感受 我们今天就两种风格啊 一种这种明星消费 还有一种是平民价格的消费 平民价格是晚上去吃饭啊 喝个咖啡吗 我还是能喝得其他 我们进去吧 一进门呢 就能够看到这个泰国女明星啊 就是她 这就是老板啊 老板 我们去旁边看一看 哎这边是卖什么的 是卖了一些果酱 他们家以面包为名出名 就说有很多的 哎这不是吗 看看 做面包看着很美味的样子啊 我看看琪琪点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小孩子在看我 这家店还是蛮大的啊 像这种 我在网上去查了一下 反正说是 这种牛角包非常出名 那也是比较讲究 逼格的啊 这里就是一楼啊 一楼是吧台 也是收银台啊 你可以在那边点咖啡什么的 然后有面包啊 都可以自己去选 那我刚才点了一个 碎萨萨拉 我已经点过了 我是先丑了一眼 然后我点了一个什么咖啡来的 刚才是一杯 冰美式啊 我看冰美式多少钱一杯 啊80株啊 80株一杯啊 现在这里80株一杯 我们再去上面去看一看吧 哎 楼下先去看一看 楼下不知道是什么 哦 这边怎么感觉像是一种固化啊 没有注意 什么都没有 难道就是为了拍照吗 哎 还有个投影仪啊 可以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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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都是自己要拿上去的吗 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刚才不知道是客人 还是服务人员 那户外这边是用沙子做了一个 类似于假泳池这样的啊 还有人在拍照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吧 哦 外面也是用来拍照打卡的啊 一般明星或者网红店都是这样 就是给你弄个地方让你去可以拍照打卡 嗯 这就是一个干润的泳池啊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外面还摆了一些桌子都可以去 坐着去喝东西啊 旁边下面泰国人在拍照 这里还是蛮大的啊 今天这个天气也不错吧 这家店称的非常美 再起码的小伙伴可以来看一看哦 那那就是地址啊 再会我泡上去 哎 外面好热呀 这里面是干嘛的 我都是坐着用来用餐喝咖啡的 往上可以走啊 又有一点老式的那种蓝纳木制的建筑物的风格啊 可以做个小民宿啊 以前如果这边呃 旅游越开的时候肯定是能做民宿的 那房间的摆饰也是很有特色啊 还用了一些画啊 哇 这里应该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反正我来了之后我是非常喜欢的啊 坐这边可以剪剪视频啊 办办公啊 回复回复这个粉丝的评论啊 对不对 蛮有格调的嘛啊 这个鞋 还有一些刷子表啊之类的啊 右边的啊 右边是洗手间啊 也有坐着用餐的地方啊 这家店不是真的 如果是 如果再近一点我就天天来啊 外面还可以出去啊 走去看看 外面有什么惊喜吗 也没什么惊喜啊 就是湖外这边能够透透气啊 那又还停了一个 那个老式的这个三本子啊 你看这几个树种的也特别有特色啊 有那种南部的那种风格 走我们从这边进去吧 那小朋友 哎刚才这里我怎么没注意到 他们家这个格局 能够玩这桌没藏了是不是 那么大的地方你就坐这 楼上楼上特别好 那么本东西来了再拿上去 哦这个是他要去教育你的是吧 我刚才看了他是自己拿上去的 哦那本大拉台 在买卡 哦 你好我才买卡 哦是的刚才确定了 是的 哦是个女明星啊 对啊 女明星啊 你看我们的吃的好了 自费自拿挺有卖相的啊 不错 也没什么 谢谢我来拿吧 好吧 谢谢 没事没事 点的吃的 网红哥的啊 现在我们在这个明星网红店消费啊 大概有四百九左右五百多啊 现在的网红店的确啊 不像之前表里不一 为什么这么说啊 有些看着环境不错 吃的卖相很好 但是呢不好吃 他们家不错啊很推荐 那其实这个女明星我也看到他们在墙上贴这个抖音的标志同时啊 还把奥维码给贴出来了 叫什么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去 这个人究竟是长啥模样 不错哟 哈喽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 小杰要回国了 本来说要带他去吃个太北菜 感受一下平民价格的餐厅是什么样 结果这好家伙 人要回国的人了 还念念不忘这个酒牛火锅 走我们继续逛一逛 麻辣沙烤 还有这个火锅啊 应有尽有 这边什么都不缺 那户外这边还有几张桌子啊 你看这边还有这个火锅坑呢 我们先进去点菜吧 之前他们家也是做慈善的时候拍了一下啊 但是没有在这边给你们看看他们的菜单 哈喽 那进来这边啊就是料锅啊 像他们家的料锅都是挺正宗的 而且也是非常干净啊 在清迈吃火锅说实话一定要找好的干净的火锅店 不然会闹肚子的啊 你们应该深有体会吧 那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量啊 他们家自己熬的这个蜜汁辣酱 其实就是彩椒加普通辣椒 如果用鸡油熬的话是最好 改天我们也自己试一试吧 那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辣椒油啊芝麻之类的啊 那旁边都是泰式的酱料 他们家有很多那个泰国人来 所以说这边的酱料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一些啊 那现在这是室内啊 呃 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多的人 反正我们来一次爆满一次 今天是周几啊 不知道到时候饭点会不会人更多一些啊 我们看一看他这边的锅底啊 大概的撩一眼 那这是九牛的清汤锅啊 这个锅一百六十猪啊 反正我特别喜欢喝他们这个汤 齐齐呢点了一个牛肉套餐啊 你看他们这边还有这个烤鱼香辣小龙虾啊 还有这个干锅啊 干锅也做得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这个干锅牛蛙 小杰这个马上就要回去了啊 十月几号回去啊 十月二号回去啊 十月二号回去 哎对了 二号零时 我们问一问他这边的机票 然后隔离多久啊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考虑考虑 十月二号 十月二号凌晨是吧 我一套早上一早的飞机飞曼谷 飞曼谷 然后在机场等十个小时 我到凌晨一点半 这十个小时你也不敢出去吧 就在机场里面待着呗 嗯 机票多少钱啊 我抢的机票比较便宜 减高宝啊 三千三 三千三 我昨天看到有人说发了一万 现在全部都是八千以上几千以上 想当年 我的妈呀 那你回国之后隔离 多久啊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酒店隔离几天啊 十四加七 现在目前是上海 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假期 嗯 但因为我七天的话 他说是说是居家嘛 但是问题现在居家应该不是因为我家里没有居家条件 因为我是跟我父母住的嘛 所以他要单独住的才可以居家隔离 如果是跟父母住的你要另外自己再找酒店隔离七天 是能接受黄马的人 哦 因为我回国上飞机的时候我是红马 隔完十四天以后我是黄马 要再过七天以后我才是黄马 明白了明白 现在就是这样了 祝你好运吧 五百一天啊 你算了 二十一天 不天哪 一万零五百 回不去 回不去 想当年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来回才七百 真的我以前来七百 来回才七百 真的不行 你好运啊 但是呢 今天这个单你不能买啊 你买了我就告诉你 你告诉别人 你说别人坏话的那件事情啊 喝一喝他们家这个汤啊 很绝的真的 喝完之后我觉得特别舒服啊 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现在青麦这个天气不三不四的 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说了啊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火锅里面放萝卜 这个汤里面还配点这个芹菜粒啊 nice 哇 开始弓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肉还没有来呀 哎不对啊 怎么了 为什么 你来了人家就给你倒汤 我来过你 从来没有倒过汤 因为我好看呀 我白呀 哈哈哈哈 这个肉还没上来的烧烤来了啊 这是什么鸡翠骨是吧 这是鸡翠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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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嗯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香菜 像这个也可以的 嗯 嗯 是这个 里面是金针菇 嗯 酒鸡的烧烤也挺好吃的 嗯 酒鸡的烧烤也挺好吃的 他们家疫情之后的 算是中山医生里面最好的一个 对啊 嗯 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呀 世界家 不是 你在这边平常喜欢吃什么呀 喜欢吃什么 中餐 就是小籠包是吧 小籠包 烧麦啊 都有是吧 都有啊 我还从来没吃过 有馄饨 大馄饨小馄饨都有 都有是吧 还有韭菜饼 挺好的 这上海可备啊 上海可备啊 没看这个肉很肥 不腻 淘善火锅记不上 太赞 吃完我们去买个单吧 哈喽 买单 谢谢 买过的是吧 好吧 多少钱 1200 1200 1200多是吧 250人民币啊 还行 牛肉烧烤啊 什么的都挺多的 小姐 好好吃啊 给你健行的 因为我怕小姐偷偷去买单 随吧买了 干的漂亮 我们后天就走了 然后今天晚上算是跟小姐一个健行的饭吧 其实人生呢就是一场旅行对不对 有很多的人上来下来上来下来就是这样的 包括我在北京也是 我离开北京之后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不再去联系 不再去 虚寒问暖了 其实清迈也是 我在清迈待了三年 真的朋友很少 屈指可数 也不是说不交朋友吧 因为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些时候也是被身边的人偷怕了 我尽量的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啊 现在可以说朋友是更少了 大部分都回去了 我认识这些人能说得了话子真的都回去了 所以说今天晚上还是心情蛮有点复杂的 也祝小姐一路顺风吧好吧 我希望他能够早点过来啊 能够回去吃好喝好玩好看好自己的父母 他也确实很久没有回去了 我虽然我也很羡慕啊 但我还只能说祝他一路平安 行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点赞 我是12max谢谢 苦朋卡